台灣早前有個KOL來香港 我們看看照片 一定是大波 我沒看過 不過阿聰哥有照片看 還要台灣來的 十成都是大波妹 Double May 堅定流的 台灣的多數都是堅 她有很多粉絲 她自己的粉絲IG有75萬個粉絲 台灣的女生是台北藝術大學畢業的女神 叫謝立旗 Kiki Kiki早前 有沒有追過? 沒有沒有 神經病 我很少追上 她這個名字已經有了 通過三個特色 第一姓謝 什麼時候會謝呢 追完就謝 立 看到她 個個都立 是吧 旗 旗 旗 立了旗 又謝又立旗 是仔看到都什麼 外面穿回褲子 你小心 那些砍都不能吸水 你不要把砍都濕透了 待會兒 大佬又洗不掉 通過天 好了 早前就來到香港拍照 很明顯 青曼大橋的位置 什麼州的位置 一個小島 拍戲都很喜歡 拍戲都很喜歡 有些打卡情侶都在那裡 拍婚紗也都流行在那裡 早前她拍照 突然間被一位大媽 不知道她在哪地方 不知道她在香港 又不敢說 總之一名女子 驅趕她 你有沒有搞錯 你穿這麼小衣服來這裡 在拍咪 在公眾地方 喂 這裡不是圖書館 大媽 大媽有野外 有海 穿泳衣有什麼問題 大媽 說真的 張心比忌 她的衣服比較火辣 比較性感了 她唯一不應該就是在這個地方 她拍照的時候 旁邊有人在拍婚紗照 你想想 那個新郎一定沒有辦法 你看什麼新郎 先生 新郎哥 看這邊拍照 你頭沒理會去那邊 然後新郎看他 喂 你看什麼 阿珍 我們都是分手了 我覺得你太小了 昨晚你也扯不到 其一拍照也扯其一 糟了 真慘 阿珍 但人家真的比你火辣 不好意思阿珍 新娘才有資格走 還有小姐我正在拍婚紗照 你可不可以穿多些衣服 或者待會再拍呢 我的新郎哥真的很集中 不要精神 大媽哥是鬼事嗎 不過那些台妹真的平均 開放一點 一來 二來他們平均的 cup size 都比香港大 聽說好像跟歷史恩由有關 真的嗎 話說國民黨打敗仗之後 前來的時候 除了帶了很多古工寶物 沿著長江 去了海皮 那裡走到台灣 還帶了這些東西過去 不斷地繁衍 所以把大陸所有原本大波那些 移到台灣 大陸那些剩下全部都沒有 所以大媽媽為何這麼大快 就是 國民黨將好東西都拿去台灣 現在將他過來香港拍照 豈有此理 拿回他們回去 這些正是宣傳香港 說真的最好 說真的 難得你台灣在那邊 很多粉絲追捧他 在台灣的市民 人民 看到彎 香港這麼美 吸睛就自然過來 誰知道被人趕 很大 後面的橋 很橫位 又白滑又高 其實他穿這件衣服 問題是他才能穿 你叫我和阿通哥 都沒有那副工具 去背著那兩個位置 你給點信心就可以了 這件事 我和阿通哥在肚子上 就可以背著 胸口帽 我想反過來穿 那條一條線 就在上面 那兩條 穿著肚腩 你話想 我這樣 綁在肚腩 人家真的有褲子 身力 因為他拍照的時候 拍完 他都笑笑的形式說 我在這裡拍照的時候 被人趕 說影響小朋友 神經病 你叫他來數碼 說拍照 包不會影響小朋友 阿Francis 為什麼借東西進來聊天 平時你都沒見你這麼積極 不要賺光 外面的控制員 先穿一條褲子 不要以為 窗戴著 看不到你的手 在做什麼 有很多人 突然走的時候 平時沒有那麼多人 那些人就留言 如果你怕影響小朋友 就帶小朋友走 你是不是有小朋友在旁邊 有些人說 你去淺水灣 深水灣 很多都解開了 股肉 雖然是違法 但有時候都是一隻眼閉 那些鬼婆 那些想不到適合的詞語 通常都是嫁壞小朋友 根本是他自己妒忌 你沒有這副工具 那你就會說人家有什麼影響使用 之類的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對 我覺得有些問題 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不應該有兩塊黑色的東西 有 那兩塊黑色的東西是焦點 如果你沒有 那兩塊布 剛剛那兩塊布 剛剛好 外國那些Nude Beach 人家真的不穿衣服 天體 外國有很多 不穿衣服的沙灘 當然 你說香港沒有 但除非你說你脫衣服 如果你說有穿衣服 的話 其實法理上 就應該沒問題 其實你澳門做的推廣 也是那件事 澳門那邊很早就找了一些不同的KOL 包括了香港和大陸那些 就去香港那裡邀請他們 例如拍照 告訴他們有什麼景點 甚至找車載過去 就是希望他們拍照 之後放上自己的IG和Facebook 然後其他的Followers看到 原來通通 我很喜歡的KOL 是去澳門拍照 原來拍到一些照片嗎 那再配合澳門的旅行庫 又設計每個位置 就給他一個名字 這個叫情人行 這個叫戀人行 這個叫求婚行 這個叫求婚行 之類 那你就起碼引到一群 喜歡的Followers的年輕人去旅遊 那這個就增加消費 這個叫什麼 立旗話 借立旗 Kiki就是幫你推廣香港 那個大媽那些應該找警察 昨天傳出來的連結 那個投訴她的大媽應該找警察 跟著她 那些人就留言 怎麼搞的 可能你的兒子 那個兒子想看的 你媽媽多就會 你兒子看得多 都起碼會向那個方向 對嗎 有些就說 媽媽把小朋友帶走 爸爸在那看著現場 還有些人留言真的 這兩句 這兩句真的影響到香港 他說對不起 香港如此思想 原來這麼封建 一直還以為自己是國際大都會 可惜 容納不到思想開放的人 如果別人看得多 就是爭氣了 剛剛才說 你輕鬆也不行 另外一句就說 香港人全部都是虛偽的 明明這個一流一周圍滿布 你又不出聲 人家穿著性感一點 你又說人家 有沒有搞錯 這些真的影響 我們瘋子 我絕對不是什麼道德高牆 我是真小人 我不扮偽君子 不過我剛剛看到他IG的照片 太過份了 現在才讓我們看 怎麼搞錯 太過份了 都不是兄弟 我們看到這張新聞字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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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得了 真的 我覺得 朱潤雄應該 用IG 回覆Kiki 謝謝你 說好香港故事 請他來做旅遊大使 然後還要追蹤Kiki 兼且把追蹤的過程 拍下來 然後在自己政府的Facebook 展示出來 我已經關注了唱好香港故事 台灣KOL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那個大媽實在太不應該了 因為Kiki在做這件事 是令到多些香港的年輕人 不是 外國的年輕人 特別是台灣的 會來香港消費 所以我會開始追蹤你 Kiki 我用一個欣賞角度 去欣賞你這個健康性感 楊玉紅應該做些事情 我以前也會看到 這些暴露 或者那麼性感 那麼火辣的女士 馬上脫褲 不行 不行 會被警察抓 就是看上去的時候 會有點害羞 但是曾經有位智者教我 就是說 你越恐懼的東西 你不可以逃避 還要充滿 你一定要面對它 所以以前我看到這些 就聚過聚過 很害怕 或者街上看到那些女士 穿得性感一點 不敢看 看一看好像 不是那麼好鏡 人家穿得那麼… 你看她好像很傻 現在不是 我們要Face our fear 面對你的恐懼 先看清楚 嘩 真是假的 這塊布 遮住那一塊 這塊布 你也不是通哥 不是 你也不是 李小龍的精神 大家記不記得 說過 李小龍怕蟑螂 他用一條繩子 穿越它 怪在身上 克服困難 以後不怕了 通哥也是這樣的 通哥以前很害怕女人 如果為了克服她那種怕女人 尤其是大波那種情緒 每天都要看大波妹J 所以她現在不怕了 以前怕AV 對 避呀 看見鬼呀鬼 現在不是了 我要徵服她 然後全屋都圍了AV 哇 人家都不怕了 我們找了一個心理學家 研究他通過 為什麼這麼怕大波 就是因為他小時候吃奶的時候 曾經逐親 還要是人奶那方面 嘔出來 所以他以後看到那副東西 都會很容易續出 想去怕的 不過又是這樣 其實我最近和朋友 有時候我們私下 可能IG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我們都會互相分享一下 但我發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不會的 我們跟通哥一樣是不追照的 不追照 大哥追了這麼多年 追照已經沒有感覺了 是呀 但真人在台灣 是追片的 通常都問有沒有片 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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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裝進來 外面的男同事 全部穿回褲子 大哥 在這装重 有閉路電視 告訴你 今天和朋友分享 很漂亮的照片 我發覺 原來我身邊也不少男士 不少 是不喜歡這麼大的 是嗎 他會覺得 很壓迫 我有個朋友 簡直說 無法呼吸 都覺得不喜歡 太大了 他在麥當勞 看到巨毛巴 做特價 都買兩個 有什麼分別 巨毛巴 18元兩個 你不買 沒理由 我前天才和朋友 又發了一張照片 那張短片 我被通哥看過 多哥說沒有 多哥說沒有 我沒有看過 太多了 我忘了哪條 我那條片拍著一個女士 然後 她有穿衣服 但沒有戴衣服 然後看到她是突突突 然後就上下這樣跳 記得記得 我發了給朋友看 我朋友就說 不行 太大了 不漂亮 這些 什麼叫漂亮 我發給你看 她發了一個他覺得漂亮的 這個 剛剛好 大概B級 不要太大 AV的歲月 就是頻宇 又未到頻宇 頻宇真的沒什麼 我有個朋友 真的喜歡頻宇 我也喜歡頻宇 你喜歡頻宇 我的朋友說 最好平 越平越好 真的 我問有沒有搞錯 你不喜歡戴的 多多都不好 真的A級 A級 剛剛好 慘了 如果我跟她一起去玩 就差了 B都嫌大 所以她說一定不會搶 這個人我覺得不可信 基本上有些人 沒戴過 潘德菲利ب 就說潘德菲利ب 你也沒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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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太大 就節省了 你沒吃過和牛 說生中牛肉很醒 你有沒有搞錯 你沒吃過和牛肉很難吃 那些人 那些人說謊 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你根本都沒有燈過頂 又說燈頂很危險 收皮 上去還沒才行 你也沒去過高峰 還沒中過三天 那些人說 你沒吃過嗎 神經病 你沒吃過大辣 你說小辣已經很辣 又說什麼大 很大壓迫感 有多大壓迫感 你沒見過新人 我覺得可能是亞洲人 才會喜歡大波 我猜 因為外國其實平均都C 到處都有身材 在香港 突然之間有個 這麼大的 推出來又做小毛 又拍攝寫真 除了外國通街都大波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時候的移民潮 你那時候小時候 有個同學 老師不要這樣虐待我 我下次一定會考到一百分 豈有詞 阿通 超級無敵 居無巴 我扭不扭 我扭不扭 放過我 你們小點幻想 中三的時候 有個同學移民 那時候的移民 潮八十年代 他去了英國讀書 那時候還沒有電郵 寫信給我們 整班同學 哇 外國的學生 不得了 我什麼不得了 那個人戴頭 又不戴 我怎麼扭 你知道那時候小孩子 又怎樣怎樣 我又很興奮 那為什麼 外國 常常的奶粉 在香港都好一點 因為他們都是吃過那些東西 所以特別營養豐富 尤其是澳洲 澳洲的女士 真的不流行戴衣服 真的嗎 是很普通 不過的事情 覺得會壓住 不影響健康 不知道 總之他們不喜歡 我以前在英國 那時候坐地鐵都會看到人 飛釘 但我們又不會 當然 你可以面對你的懶惰 如果你很害怕 你不戴巴 你就看著他 我不會害怕你的 你那兩顆飛彈 我跟你死過 你這樣反應他會報警 我通常都在地鐵那裡 看到類似這樣的情況 都是擔天望地和肆虐霧道 我看著他 我會拍手掌 對 跨影跨影 跨影跨影 跨影你 跨影你 真空 我會拍拖拖頭 不過小心 你這樣有機會被抓 先生 我覺得你在車子 通常都是不要做反應的 或者這樣 喂 你們怎麼可以看似他那裡 女性的身體應該是由他決定 不應該被你們這樣看著他 讓我用雙手幫他遮住你 我遮住他 不要看 全部不准看 我保護你 不要怕他們 這些情況都是會被抓的 不要 自己有 那張照片可以剪掉 那張照片可以放大一點 那張照片可以放大一點 不能讓男同事走進來 巴仁說頂遇到我 按不到按鈕 他剛剛坐爛了 他終於醒了 他的手終於有空 可以按鈕 自己有說 穿得性感很正常 香港人太保守了 他是安熙的IG 還性感 安熙我不認識 好像是韓國 自己有的 我們《風中三子》的Facebook page 是給大家學術交流的 大家如果有很漂亮的照片 就不要在我們《風中三子》的留言板上發放 可以私下PM 私下傳就OK 這樣也會傳給我們 如果你有沒有路點的貼出來 告訴大家也可以 我們會了解的 不過其實政府都想各方面的KOL 去推廣香港 如果按比例 不是計算人口 澳門七十多萬人 香港七百多萬人 十分之一 如果按七十多萬人的地方 每日都有八萬十萬遊客 香港七百多萬人 每日都是八萬十萬 那當然是澳門贏了 所以應該更加多不同的KOL 來到香港可以做不同形式的宣傳 總之他不是唱衰香港便可以 他喜歡唱歌便唱歌 拍表便拍表 總之他說好玩 好的拍多些美照 然後多些人來香港 搞結婚團也好 或者那些社會團 什麼都好 你千萬不要到時找警察拘捕他 你長得太性感 現在拘捕你 其實這樣就不對 首先Kicky說真的 完全合法 他沒有暴露 又不是毀虧暴露身體 裸照 那裡又遠離了市區 等等各樣 剛剛才在一個地方拍 又沒有特別影響 煩不煩不煩 都是跟官說的 你去清水灣 不要官說 我去抓你 你去清水灣 深水灣 有很多重性感 老常新都有 警察拘捕還拘捕 可不可以不要去黃角警察 因為那裡很遠 那裡有很多大陸的團友 那裡很臭 可不可以去西區景處 我喜歡一個漂亮一點 漂亮一點再露露 阿學 哪個楊局長 真的要問 聯絡一下這位台灣美少女 不用了 做一個宣傳大使 拍一輯照片 拍一條片 跟郭富城一起跳下來 哇 在石板街那裡 真的要唱 東慈拉 東慈拉 真是很厲害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